历史上的东吴为什么被称之为鼠辈 其实鼠辈这个词最早还真不是用来称呼东吴的 三国志里面第一次出现鼠辈这个词 是曹操骂华佗的时候用的 因为曹操找华佗治病 他不来曹操就破口大骂 鼠辈虽然不是用来骂东吴的 但是对于东吴的灭城那是有一个专项称呼的 那就是狗 比方说像张国二年 也就是公元的222年 刘备被陆逊击败 鼠汉将领复童率部为刘备断后 结果被俘 吴国将领就让复童投降 复童就臭骂到说 吴狗安有汉将军降者 最终是奋战致死 而关于骂东吴是狗的 还不仅仅是属汉 曹卫那边也是一样 东吴那边的诸葛克率领大军包围合肥新城 为了将城中的情况尽快的传递出去 曹卫这边派遣军士刘整 偷偷的突出重围传递消息 但不幸被东吴给抓住了 东吴在拷问刘整的时候就告诉他说 现在诸葛公祥给你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老实交代那金票大大的 结果刘整就怒骂到说 死狗死何掩掩 我当必死为为国鬼 不狗求活 关键是骂东吴是狗 还不仅仅是曹卫跟蜀汉 就连后来的晋朝也是这么骂的 晋书当中就有记载 在太史七年 西晋官员毛炯遭到了 吴国将领薛雪还有桃皇的进攻 因为孤立无援被迫投降 后来他想要密谋反击 结果被东吴识破 东吴这边就骂毛炯是晋贼 毛炯便反骂到对方是吴狗 你才是贼 可以说无论是蜀汉还是曹卫 包括后来的西晋 都喜欢把犬类作为东吴的代名词 虽然不是蜀卫 但是这个词也没有好听到哪去 而在同时代的人眼里 好像贬低东吴也成了一种流行 像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无论是蜀书的先主传还是后主传 在提到人名的时候 书写格式那都是和正儿八经的帝王格式是一样的 某某会某 尽量在名字的前面加一个会字 比方说像刘备 还有像曹操 他们的称呼都是姓什么什么 会什么什么 那到了无数这儿 老孙家那几个人全都和普通人一样 上来就是直呼大名 姓孙明权自重谋 连个避讳都没有 在写东吴历史的时候 对于孙权之后的那些孙家人 全部塞到了三四主传里面 压根不想浪费笔墨 那总结起来 就可以把这后面的内容概括为是 孙权和他的那些倒霉儿子们的那点破事 其实这种贬低和东吴的表现 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东吴这个政权和曹魏蜀汉 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曹魏一心想要的是统一全国 蜀汉想要的是复兴汉士 而东吴呢 整天光知道惦记者荆州 当然东吴本身是一个 被世家大族裹挟的政权 对外开拓能力并不强 他的目标就是闷声发大财 割据一年是一年 他过一天是一天 并没有统一的愿望 那在当时人的眼里 自然就和犬类挂上了钩 后来才渐渐的被称之为鼠辈了 我来说 我来说